人可以倒霉到什么程度 小帅刚走下飞机 就被告知国家没了 当地政府不承认他的护照 他的钱也没法用 变成了一堆废纸 机长一边握手欢迎他 一边又将他去真门外 所以他只能待在机场听天由命 而这一待就是九个月 换个正常人估计早就疯了 可他却创造了一个奇迹 最开始因为语言不通 小帅四处求人帮忙 机场的人来来往往 根本没人愿意鸟他 他只能先找地方睡觉 明天再想办法 他将后车厅的座椅拆开 拼在一起当床 又拔下了电源关灯睡觉 好在这里还没有投入使用 否则非得告他破坏公物 他穿着睡衣在大厅游荡 还绝个屁股在卫生间里洗漱 把旅客都给吓跑了 早餐就只能吃饼干加番茄酱 每天不厌其烦的去申请签证 这让安检小姐姐头疼不已 机长为了解决他这个麻烦 就告诉他机场警卫的换班时间 准备来个钓鱼执法 一旦他走出机场 警察就会给他安个非法入境的罪名 他在门口犹豫了许久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对着监控一直重复我等着 然而跟着小帅混 三天饿九顿 他看着别人吃剩的东西 差点就没忍住扑了上去 多亏了一个女人把他叫住 他是来还推车的 这样就能把押金退回来 机灵的小帅立马想到一个身材之道 他在机场大厅收集推车 换取没来得及取走的押金 第一次他换了三枚硬币 尽管很少 但是刚好购买一个汉堡 辛苦劳动换来的食物 可一点都不能浪费 尝到甜度的小帅干劲十足 硬币弹到他脸上痛病快乐着 温饱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可新闻他还是看不懂 他又跑到书店买了两本英文书 每晚都在挑灯自学 进步也是相当的快 没多久他就能勉强看懂新闻 还去找安检小姐姐搭讪 把他撩得心花怒放 可机长始终看他不少 于是安排专人来处理推车 这一下就断了他的财路 他又回到了吃夹心饼干的日子 这个男人被困在机场九个月 身无分文又语言不通 比三天饿酒顿还惨 幸好地情小哥看中了他的能力 想让他帮自己泡妞 他对安检小姐姐暗恋已久 一直没有勇气表白 只要小帅肯帮忙 就帮他解决一日三餐 之后小帅每天都去打探消息 询问他的习惯喜好 然后再告诉地情小哥 这一来而去 小帅不用为吃饭担心了 这天机长找到他 说今晚就能让他离开机场 但前提是要他配合撒个谎 承认害怕自己的国家 打死都不想回去 可机长显然低估了 小帅想回家的决心 这把机长气得够呛 小帅又被留在了机场里 这天他看到美女空姐被土豪抛弃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幽怜 便贴心地地上纸巾 还带到旁边安慰他 看着这个暖心的男人 空姐对他产生了兴趣 便提出想和他共进午餐 小帅心里那个苦啊 他现在都比脸都干净 只能拒绝空姐的邀请 为了能请空姐吃上一顿饭 他开始在机场里找工作 手机护照什么都没有 机灵的小帅就把机场大厅的公用电话 报给店长 然后就坐在旁边等 可最后却等来了店长 说他在门口影响生意 没办法 小帅只能去别处 这时一面毛皮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原本就是高级建筑师 看到工人都已经下班了 便拿起工具开始干活 一边干活还一边跳舞 一个晚上就把正面墙弃好了 他正在这里嘚瑟 结果一回头 小帅以为自己闯祸了 放下工具就准备开溜 可老板十分欣赏他的建筑手艺 决定以实行19美元的高价 聘请他为自己干活 果然是金子 在哪都会发光 机长知道后有点懵 这机长立马就酸了 派人把小帅关了起来 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求他 领导来机场视察工作 刚巧碰到一名旅客闹事 可谁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眼看旅客情绪越来越激动 机长发现他的口音 跟小帅的口音很像 于是就希望他能出手帮忙 还说解决了这件事 就答应让他出机场 经过短暂的安抚过后 小帅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 旅客给爸爸带了几瓶药 但是没有相关证明 必须要被安检扣押 老爸等着要救命 所以他情绪才会如此激动 旅客为了给老爸带回救命药 急得向机长下跪恳求 可机长非但不肯通融 还让警卫将他制服 暴力压走 这时小帅突然灵机一动 说自己刚才听错了 这些药是给山羊用的 因为他知道安检的规则 如果药物是给动物用的话 就不需要许可证了 机长知道小帅在利用漏洞 气得火冒三丈 把他按在打印机前警告他 小子你完了 赶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出丑 看我怎么安排你 但好在正义永远不会被埋没 机场的员工将这件事传开了 还视小帅为榜样把手印贴在了店里 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唯独机长 但是很快小帅就等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 这意味着他恢复了身份 不再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机场的朋友为他准备了庆祝会 小帅也决定继续完成老爸的遗愿 去纽约收集一个乐队成员的签名 空姐帮他拿到了临时签证 只要机长签字就能生效 可机长却只想把他送走 还用机场的朋友威胁他 说清洁工大业有案底 因为早年误伤警察 所以才逃到机场避难 地勤小哥屡次带他进入餐厅 这样做违反规定 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开除 为了不连累朋友 小帅只好选择妥协 他将这件事藏进心底 准备带着遗憾回国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不解 清洁工大叔气得破口大骂 最后保安实在看不下去了 说出了小帅离开的真相 没过一会儿 所有保安都往外面跑 小帅也跟着来到窗边 就看到大叔拿着拖把 正对着飞机奔跑 他用血肉之躯逼停了飞机 真勇气传递给了小帅 他用一己之力推迟了航班 同时也被警察团团围住 小帅决定不再等了 他现在就要去纽约 机场里的人都赶来为他送行 还给他准备了礼物 眼看就要迈出机场的大门 机长赶紧通过对讲机 让保安提前拦住出口 看这阵仗是出不去了 就在小帅准备转身离开时 保安队长将外套披到他身上 大家纷纷送来了祝福 机长气得心肝脾肺肾都疼 眼看着他走出了机场 外面大雪纷飞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刻再没有谁能阻止他 他拿到了那张签名 坐上了路边的地势 这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故事的原型其实被困了15年 我们永远无法预料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也许我们只需要等一等 幸福就会如期而至